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笑 昨天雷亞更新的Storica萬象物語的角色故事 院長的角色故事並肩 那院長其實在本傳裡面不算是一個活躍的角色 我現在對他比較有印象的也只有在法蒂瑪的角色故事裡面而已 沒錯,法蒂瑪的官方配對 好,第一話,迥毅的兩人 我覺得看是迥毅的兩人應該就是跟艾莉歐了嗎? 好,沒關係,我們先看 好,潛心之學者,開始吧 呵呵 然後你們只要把他...把他拋出就會...高修 色雷斯老師? 喔?原來是高修啊? 怎麼看起來那麼累 剛剛是迪特里希老師的課嗎? 迪特里希老師...是那個奧斯塔嗎?怪異奧斯塔 他只會自顧自地把符文畫出來叫我們練習 可是卻從來不講解 但我們都是天才嗎? 別這麼想,多多努力就行了 生命學派的臉...誰啊? 打架啊?發生什麼事了? 老實在耶 綠藻牙球,給他點顏色巧巧 打群架了,這是哈利波特的劇情嗎? 可惡,讓你見識一下生命學派的詳化符文 你們兩個,快住手 這樣,就能觸犯校虧嗎? 唉唷,抱走了 不好的預感 老師,小心後面 小看我 看一下多少,316 哇,一發才86 這麼小氣 看一下,有強化可以用 在一陣騷亂之後 終於成功壓制了魔物 放心,他只是暈過去而已 我沒有攻擊要害 強化魔法直接使用在身上 容易造成生物精神的不安定 在學會活用之前要小心點 莫里斯? 這個...等一下 喂,幹嘛多管閒事 喔,這個人是莫里斯 笛特里希 哦,對 笛特里希 笛特里希就是那個... 好吧,我忘了 這是那個什麼... 奧斯塔一直跟詞言體說 笛特里希你有印象嗎? 這樣子 莫里斯,笛特里希 你人在旁邊為什麼不制止 學生間相互切磋 不是很好嗎? 如果真的要切磋 那就應該乖乖升起 母里戰 而且你難道不擔心學生出事嗎? 反正受傷了 還可以靠我們生命學派來治療 所以只要他們別死掉就好了 超級流氓的這個人 這野獸身上的符文 我平常是這樣教的嗎? 喂,可維諾斯 示範一下給這個白痴看 要如何修正這... 犯低題錯誤的符文 我知道了 好了,笛特... 他是學生啊 這個時候 好了,笛特里希老師 好嚴格喔 還站著 還站著 要他跪下嗎? 不是啊 要趕快去學習吧 難道你光站著 成績就會進步的... 難道你光站著 成績就會進步的符文魔法 趕快去學習啦 太嚴格了吧 這個傢伙 這裡沒事了 你們回教室準備下一堂課 老師 高修 你也先離開 嗯 他們兩個看起來鬧得蠻不愉快的 想跟我說什麼 你剛剛的行為 只會讓那些學生產生自非感 我希望你改善這種教學態度 素質低有素質低的教法 如果我學你那種偉善的教學方式 只會累死我自己而已 請你放尊重點 不爽的話 要切磋就應該乖乖申請模擬戰 這可是你剛剛說的 我是希望有更和平的解決方式 但如果我贏 能讓你收斂對學生的態度 那我接受挑戰 哇 這麼熱血 來吧 蛤 這一話要打嗎 太屌了 好熱血喔 來到幻境試煉 沒有啦 這個應該是那個叫什麼 挑戰 跟你打 隨便兩下就能結束啦 哈哈 還真的要這一話打 這一話兩個戰鬥耶 一樣是強化 完全沒有黑色魂心 先敲一下 再敲一下 唉唷 怎麼辦 我現在給強化他要攻擊的 都是給我黑色魂心 唉唷 糟糕 完蛋了完蛋 他都不給我黑色 好痛喔 可以啦再兩下 還好 差一點死掉 神仙打架 哈哈哈 誰贏了呢 果然是我的院長最厲害 模擬戰你輸了 哼 想打贏我再等一百年吧 迪特里希 別忘了約定 白癡 你是小屁孩喔 第一話看來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來看第二話 所以是慢慢抽絲剝繭 下雨的故事看來是會帶到過去 奧斯塔跟他們三個人的故事吧 第二話 嫉妒之星 15等的角色故事 用的一樣是前心之學者 我開始吧 嫉妒之星啊 所以 迪特里希他 該不會 因為嫉妒下雨又失控做了什麼事情 最後掛點之類的吧 呵呵 我說 又不是第一次來採集研究了 為什麼還要跟你一起來 這是院長 他現在還不是院長 這是院長的命令 畢竟來到這麼危險的地方 結伴同行會安全許多 你都說危險了 還帶你的學生一起來 這也是院長的命令嗎 我帶高修的理由 跟你帶克維諾斯的理由一樣 呵 你的學生能跟我比 呵呵 高修可是很有潛力的 所以你怎麼說 來了 跟上來囉 這時候 克維諾斯還是學生啊 好冷喔 不過這亞特拉斯遺跡可真是壯觀啊 奧斯塔 奧斯塔 難得有機會一起執行任務 請多指教 我是迪特里希老師 帶我來磨練經驗的 你也是 哈 色雷斯老師叫我來了 應該是吧 怎樣都好 別拖累我們了 呵呵 呵呵 生命學派的人都這麼討厭嗎 呵呵 我帶克維諾斯來 是因為他是學院最有天賦的學生 我看不出來你的理由跟我一樣 呵呵 超過分的 呵呵 呵呵 高修,別理他 我知道你也不差 所以才帶你來學習 還是你也不相信我 沒有,瑟雷斯老師 那些事之後再說吧 該分配任務了 呵呵 呵呵 隨手就掏出一張筆點還要大的紙 呵呵 先把院長要求的東西找齊 然後再帶學生去找各自藥的素材吧 學生組的 把地圖備熟 你們負責安全區域 可維諾斯 你們完成任務後 我們再一起去教堂附近收集透金石 教堂那邊有高等木復徘徊 記得保護好學生 你很煩耶 我能應付就好了 唉 總之先解散吧 到時這裡集合 呵呵 這個老師比學生還幼稚 高修 你也快跟上科維諾斯吧 等等在這裡集合 啊你自己要幹嘛 是的 設立師老師 路上小心 欸 所以等一下 他們四個就是 在其中一個讀取畫面的四個人嗎 我沒有認錯的話 我沒有認錯的話 要讓所有科維諾斯去教堂取透金石 我們不是說了那邊有高等魔物嗎 高修 迪特里希說的是真的嗎 反正他是天才不是嗎 完蛋了 奧斯塔也說要證明實力給迪特里希老師看 所以不算是我的錯吧 好 真是的 高修 你太讓我失望了 塞雷斯老師 我 完蛋了 失控了 一切都失控了 我們快去找科維諾斯 高修我跟上 不可以意氣用事啊 反正結局大家都知道他沒死嘛 反正他都後面去解剖那麼多人 科維諾斯 老師這邊也有 被包圍了 高修你負責後面 迪特里希我們一起上 嗯 開打 所以一起上最後還是只有夏爾一個人 沒有耶 有兩個人 我以為最後又只剩下夏爾 玩家同回合結束時 連續三回合沒有施展一二四魂技能的同伴施展二消技能 不知道該怎麼用 清楚指定的角色的一顆魂心 所以他指定這個就會清楚金色吧 等一下 有點難辦 我按完這個他會清楚金色 所以這個黑色四魂就不能用 所以要按完趕快拉黑色四魂 這樣吧 拉 有拉到 膚子 怒氣 炎命 炎命是什麼東西啊 有點好奇 炎命 本假設血量歸零石不會死亡 也無法被治癒或疊斷 喔喔喔喔 好特殊 搞不好以後會出迪特里希 哇 三層強化 有點討厭 可是 中間這次打應該不會太痛吧 喔唷 夭壽鬼 快死掉了救命 你們跟我來 不要去打擾老師 把魔物帶走 拖火車喔 喔 黑洞嗎 蟲洞之類的 果然也是有 有兩下 糟糕 受傷了 高修也超厲害的啊 看這樣打起來 終於解決了 這區 暫時安全了 克維諾斯 你沒事吧 只是腳扭傷而已 沒事 話說這個還是這個臉 他是這麼大才來當學生嗎 長得比老師還要高 誰叫你擅自做這種事 老師 您不是一直想要這種素材嗎 白癡 命重要還是材料重要 唉 算了算了 嘿嘿 有這東西 我的實驗就 你 上一秒才在斥責他 真的是翻臉比翻書還快 高修 高修 在搶什麼呢 高修 沒 沒事老師 高修 你對符文的使用 又更精進了 高修 高修 你的樣子好像不太對 老師 他剛剛是被魔物咬到了嗎 不是被魔物咬到的時候 就是 不治之症 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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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他 學院的醫療權威 所以你不會有事的 撐著啊 可惡 我只能暫時修復傷口 感染的速度太快了 要趕緊回學院 不要理我 反正我只是沒天賦的學生 你們早就都瞧不起我了 你想太多了 不要這樣 不 沒這回事 老師對不起 都是我把任務搞得一團亂 你這白癡 現在不是發瘋的時候 沒關係 我已經不介意了 怎麼回事 可是我給老師 添了這麼多麻煩 怎麼會呢 趕快回學院再講話 你就沒救了 高修 可能是我最信任的學生喔 老師 走吧 療好傷還要繼續上課呢 是的 瑟雷希老師 應該沒事吧 我剛剛叫他瑟雷希 真是肉麻 走吧 再不快點就來不及了 盈特里希 這是真的謝謝你了 白癡 我只是順手而已 况且,你的学生战斗时也不是那么没用 底特里希老师 大家快走吧 不知不知道是谁在那边拖拖拉拉的 完蛋了 高修 完蛋了 看来高修是领便当了 好吧,既然高修领便当,那就看下一话会怎么发展吧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